老兵递给新兵一把手枪 要他去杀死德军俘虏 但新兵却当起了圣母 不愿意滥杀无辜 老兵一把拽住新兵的头发 从身后锁住新兵的喉咙 强迫他扣动了扳机 杀死了眼前的德军俘虏 让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老兵名叫克利尔 帅气的大背头下 是一张挂满战争硝烟的脸庞 他带着四名坦克兵 驾驶着一辆谢尔曼坦克 击毁了无数量德军虎士 在一次交战中 克利尔的副坦克守不幸阵亡 很快上级就派来一名新的副驾 但这名副驾从未上过战场 一个星期前他还是一名打字员 老兵们看着弱不禁风的新兵 出口就开始嘲讽 认为他在战场上活不过三天 不等新兵适应战场 克利尔就丢给他一把机枪 几人就驾驶着谢尔曼坦克 朝下一个战场驶去 看着一路上逃难的犹太人 纷纷举起手摇起白布 老兵们都已经见怪不怪 可新兵却感到十分震惊 在经过一片树林的时候 新兵发现了躲在树林里的德军小孩 因为不想滥杀无辜 他并没有扣动扳机 德军小孩趁机用燃烧品 点燃了领头的坦克 克利尔迅速开枪 击毙了隐藏在树林里的德军 但领头的坦克兵被全部烧死 因为新兵片刻的仁慈 导致战友惨死眼前 克利尔对着新兵就是一顿臭骂 回到坦克上之后 克利尔拿起对讲机 告诉身后的坦克 领队已经牺牲 现在听从他的指挥 随后克利尔带着剩下的坦克 抵达了一处临时指挥所 这里的指挥官交给了克利尔一个任务 去解救被德军围困的一个牌 克利尔接到命令之后 立即带着三辆坦克 抵达了营救地点 克利尔下令让所有士兵躲在坦克后面 布坦协同开始朝前驶去 被困住的士兵也迅速加入到队伍里面 但突然德军发起攻击 克利尔也立马下令开炮 将德军机枪手扎上了天 就在他们沾沾自喜的时候 隐藏在树林里的德军反坦克炮 迅速开始展开反击 但好在只是一次跳弹 克利尔健壮迅速下令 对着反坦克炮的位置活力全开 成功摧毁了第一架反坦克炮 刚松一口气 第二架反坦克炮又开始攻击 克利尔立马调整炮口 成功摧毁了德军所有的重火力 然后火力全开开始反击 强大的火力瞬间击垮德军 成功完成了这次营救任务 简单的修整之后 他们又继续前往下一个战场 等待他们的僵尸更加残酷的战斗 路上躺着的尸体 美军却像没有看见一样 开着坦克直接碾压了过去 一路上到处可见被吊死的犹太人 这样的画面克利尔早就习以为常 很快美军就驾驶着谢尔曼坦克 来到了一处小镇 空旷的街道上只有一名老人 克利尔向老人打听德军的动向 但突然 克利尔迅速开枪还击 用火力压制住狙击手 坦克手立即调整炮口 一炮将狙击手旁立位置打穿 里面剩下的德军还想抵抗 但美军直接火力全开 将里面的德军全部击毙 随后坦克来到小镇广场中央 突然一发炮弹袭来 克利尔连忙下令调整炮口 装上一发燃烧弹 两名德军燃烧着冲了出来 而这次新兵诺曼也不再用 果断地扣动了扳机 将两名德军射杀 美军很快就占领了城镇 突然一名平民高举白旗 告诉克利尔里面很多士兵要投降 出来的士兵居然都还是孩子 这时美军发现 人群中还有一名德国军官 克利尔立即下令将其击毙 消除一切隐患之后 美军决定在这里调整休息 这时克利尔发现窗户上有动静 于是立马带着诺曼上去查看情况 一番搜查之后 只发现两个德国女人 克利尔也没有为难他们 而是拿出自己用铁盒珍藏的鸡蛋 要女人为自己做一顿饭 就在克利尔刮胡子的时候 新兵诺曼开始弹起了钢琴 在充满枪声的战争里 优美的琴声瞬间吸引了女人 女人对诺曼一见钟情 于是将诺曼带到了闺房里 两人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 饭也已经做好 但就在这时其他队友也找了过来 看到诺曼在这里潇洒 其他队友感到十分不爽 他们认为诺曼没有资格 享受比他们更好的待遇 于是不断羞辱诺曼 克利尔最终忍无可忍 拍桌子制止了其他队友 最终四人不欢而散 收拾物资准备出发去下一个战场 但突然德军轰炸来袭 诺曼赶紧钻进坦克底下 躲过了这一次德军的轰炸 但刚刚一见钟情的女孩 却永远长眠于地下 诺曼疯狂地挖开废墟 但却被队友一把拉开 然后一把抱住诺曼 大声地告诉他 这就是残酷的战争 平复情绪之后 他们再次出发前往下一个村庄 但此时的诺曼 心中已经种下仇恨的种子 正在行驶的美军坦克小队 突然遭到德军虎士坦克的偷袭 谢尔曼坦克的炮台被直接炸飞 剩下的三辆坦克立马掉头 一次排开摆好阵型 开始寻找虎士坦克的位置 德军虎士乘胜追击又开了一炮 没有击中还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克利尔联盟下令发射一发烟雾弹 然后指挥三辆谢尔曼坦克迎面而上 打算硬钢德军虎士 德军虎士不甘示弱 也直接迎面冲了出来 美军的谢尔曼坦克迅速反击 但根本打不穿虎士的装甲 虎士却一炮就将谢尔曼坦克击穿 克利尔健壮联盟下令 分头夹击德军虎士 但还没形成包夹 虎士又是一发炮弹 第二台谢尔曼坦克就被摧毁 此时克利尔指挥的坦克 也已经绕到了虎士的背后 用一发穿假弹成功击穿虎士的甲板 紧接着又是一发 成功将虎士瘫痪 德军想爬出起火了的虎士 也被机枪手射杀 美军以牺牲两架坦克为代价 侥幸摧毁了一辆德军虎士 来不及休息 克利尔又指挥坦克继续前进 但没驶出多远 坦克就压中了地雷 坦克的履带被地雷炸断 只能停下来维修 克利尔让诺曼去前方放哨 诺曼躲进树林隐蔽起来之后 正打算吃点食物充饥 突然听见一阵巨大的脚步声 诺曼探出头查看情况 发现德军一个营的兵力 正朝坦克的方向走来 诺曼连忙跑回去 向克利尔汇报情况 老兵十分默契地收拾物资 就准备撤退 但克利尔却不愿意临阵脱逃 他爬上坦克告诉众人 自己要留下来战斗 但五个人对抗德军一个营 和送死没有什么区别 队友们都感到十分不解 克利尔却执意要留下来战斗 他告诉队友可以撤退国起来 但自己要和坦克共存亡 新兵诺曼听完 第一个跳上坦克 决定和克利尔一同战斗 其他三名队友健壮 也纷纷爬上了坦克 决定留下来狙击德军 眼看德军越来越近 几人搬来一具德军尸体 放在坦克上倒上汽油 又用火点燃沙包 用来降低德军的警惕心 然后躲进坦克里面 准备打德军一个措手不及 很快德军就来到坦克面前 德军长官下令对坦克进行搜查 一名德国士兵掀开坦克舱门 却被一枪击毙 战斗一触即发 美军的突然袭击 打得德军开始四处逃窜 几人依靠坦克做掩护 火力拳开打的德军伤亡惨重 双方一直战斗到深夜 几人也打光了所有的弹药 机枪手准备爬出坦克厮杀 却瞬间就被击毙 装弹手也被一发穿假弹击穿 克利尔一把拿起坦克上的主机枪 朝德军不断扫射 但却被德军狙击手击中 克利尔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爬回到了坦克里面 德军已经将坦克团团包围 在临死之前 克利尔告诉诺曼 可以从坦克下面的暗门爬出去 也许还会有一线生机 说完一枪击毙了开门的德军 自己则被德军的手榴弹炸死 诺曼通过暗道逃到了坦克下面 却被一名德国士兵发现 但德国士兵并没有杀他 最终只有诺曼活了下来 影片起于硝烟之中 落于战火之下